住宅楼市交头持续活跃,加上部分业主愿意调低叫价,带动二手买卖向好,代理指出,复活节五天长假期,十大屋苑共六得六十一宗成交,以每日平均买卖中数计算,教去年同期大增逾八成,期内以天水为江湖山庄达十三宗最旺。 有两房互减价百分之四后逆手,而侧如冲太古城也有两房侧王大幅劈价后售出。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,十大屋苑于长假期间成交暢旺,所有屋苑均有成交。 因应疫情放缓,只要买家出价合理,业主都乐意沽货,资料显示,去年复活节四天假期。 该批项目仅六二十七宗买卖,平均每日不足七宗,对比今年每日预十二宗大减。 约单计过去周六,日值占二十五宗,按周竞升约百分之九十二点三。 世价上车盘表现最突出,该行文家辉清,嘉湖山庄买卖延续上月旺逝。 最新个案包括上述洛湖居四座高层F室,实用面积约449方尺, 属两房间价,叫价五百五十万元,以价后减至五百二十八万元沽出,尺价约11759元。 另一新界上车屋苑沙田第一城,于五天长假期逆六百宗成交,个别市区屋苑市况相对平淡。 港岛区以太古城表现最信息,其内只有三宗转售个案,部分单位要大手减价级客, 中原装剑南指出,该盘南山各高层C室,实用面积约582方尺,两房侧黄间隔,去年10月以1280万元放盘, 类减150万元,至1130万元逆手,尺价约19416元。 事实上,楼市畅旺背后,有很多业主大幅调减叫价财速成交易。 香港置业张仲然表示,大角咀澳城西岸中层A室两房单位,实用面积约461方尺, 最初以910万元放售,减价接近半球,以约864万元成交,尺价约18742元。 值得关注的事,部分屋苑业主面对楼价升不起,索性斩难止舌离场, 何文田浩田再陆舌样个案,市场消息称,屋苑7座中层F室。 实用面积589方尺,两房间价,成交价1290万元,尺价约21902元。 据了解,原业主于2017年9月以约1379.2万元入市。 持货约三年半账面亏损约89.2万元。 贬值约6.5%,利家角许喜龙清,荃湾隐陶居A座低层8室两房户, 实用面积约420方尺,以630万元沽出。 据了解,单位2018年1月买入价约603万元。 三年辣椒期戒满松绑转售,物业仅升值约27万元或约4.5%。 计及尼印费及代理永金等开支,尿微涉离场。